主持人 银正 和普通的姑娘舞台一样 所以当女主刚刚到达文工团的时候 大家莫名其妙地就一直对她产生了反感 大家十分讨厌女主身上难闻的味道 而且有一次文工团要拍照的时候 没有军装的女主悄悄地偷了自己室友的军装去拍照 这个事情被大家发现之后 一经发酵更让女主在所有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慢慢地所有人都讨厌女主 甚至在一次排练舞蹈的时候 所有的女孩都找到了自己的搭档 唯独女主没有人愿意和她搭档 因为他们都嫌弃出汗后 女主身上的那股酸臭味 此时文工团当中的活雷锋 也就是我们的男主 自己站出来成为了女主的搭档 而就是这一举动 让女主深深地爱上了男主 要说男主是活雷锋 一点也不假 男主在文工团里愿意干别人都不愿意干的活 愿意吃别人都不爱吃的鹿馅饺子 总之就这么一件一件的小细节 助人为乐的男主竟然成了全部人的楷模 尽管女主深深地爱着男主 但是男主的心却不在女主身上 男主已经有了一个喜欢的人 就是文工团的另一个美女 叫做林丁丁 有一次男主自己动手坐好的沙发 叫林丁丁去感受一下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这一次作为全民楷模的男主 竟然没有抑制住自己的情绪 强行把林丁丁搂在了自己的怀里 随着林丁丁的一声救命的呼叫 谁也没有想到 就这么一声呼喊 竟然将男主打入了万劫不腹之地 作为全民楷模的男主 因为这一事件 无论是曾经接受到过他帮助的人 还是和他毫无瓜葛的人 全部都站出来 给他按一些无需有的罪名 这件事情之后 男主便被发配到了别的地方 林丁的时候 男主将自己曾经获得的一项项荣誉 都准备丢弃掉 是女主将这些荣誉都保存了下来 而且在男主林丁的时候 只有女主一个人去送他 很快战争便发生了 男主被发配到了前线 在战争中 男主不幸丢失了右臂 而在男主离开之后 女主在文工团 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慰问演出 而女主便开始一次次的假装高烧 上场演出 但是终究只抱不住火 事情还是败露了 女主也被发配到了前线救护队 但是在一次解救伤员的任务中 女主竟然背着伤员 跑了很长的一段路 再次成为了全民楷模 就在女主在接受 所有人的认可的眼光时 她突然想到了当初 自己的父亲死亡的时刻 就这样 女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随着时光的流逝 当初文工团的那些俊男靓女们 慢慢的步入了自己的暮年生活 男主从前线回来之后 一直干着一些苦活来维持生计 曾经的楷模落到这样的下场 成了众人的笑柄 而当初一心想要嫁入豪门的林丁丁 实现梦想后 发现日子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过 最后已离婚收场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男主和女主的爱情 虽然没有今天地气鬼神 但是就这样的平淡无奇 却博得了所有观众的眼泪 今天 你